哈囉大家好我是鬼鬼 這部影片跟大家分享HoloCure 0.6版之後新增的家園功能 如果你還沒有解鎖的話呢 可以再一次通關Stage 1就可以解鎖囉 進入小屋之前呢可以選擇你喜歡的角色進去 家園裡面添置了非常多的系統 首先是我們的裝飾小屋 可以像不知火箭設購買家具 這邊有非常多的各種飾品類的家具類的 還有一些功能類的東西都在這 那也有一些裝飾娃娃類的東西 這些裝飾是目前最花錢的地方 購買的家具可以到我們小屋裡面去裝飾 點選第二可以進入建築模式 這邊可以來擺出你目前擁有的東西 像是床鋪還有沙發 這邊也可以自由的轉向 當然假設沒辦法真的坐上椅子或睡在床上 好像沒有少一些互動的功能 再來是農業系統 在右邊這裡可以買到種子來種菜 種菜一定需要有肥料 有分一般的加速成長的 還有增加收穫量的肥料 下面可以買到各種的種子 這些農桌可以用來餵死粉絲 或是做成料理 這個我們之後會提到 種植之後還需要澆水 它目前需要六分半 澆水之後直接少了一分鐘 在家園裡面還有天氣系統 如果是下雨的話就不用特別澆水了 這邊也會有日夜的變化 有時候會有不同的Holo Man來闖空門 有時候還會有不同的Holo Man進來家園 你可以跟它互動跟它對話 那它也會幫你工作 甚至是釣魚、澆水都可以喔 左邊則是這一次1-2的釣魚系統 應該是目前最濃的地方 這裡可以換購不同的魚竿 越高級的魚竿可以釣到魚也是越稀有 最貴的需要100萬的沙子 這邊用的不是金錢 而是額外的沙子貨幣 這個貨幣呢只能靠釣魚來獲得 必須先釣魚獲得沙子之後呢 來換更好的釣竿然後再繼續來釣魚 沙子跟金幣的比例呢是1比1可以換成錢 這邊釣魚呢有點像音樂遊戲 你需要按相應的指令再對著時機 像這個樣子 這個釣魚呢有一個連鎖系統 如果連續釣越多魚的話呢 每10級會增加一階 它會有額外的魚量 獲得量會比較多 那也會加速 目前它的節奏加速呢最高來到7級 也就是70連鎖 但是你的獎勵呢會越來越多 100連鎖以上都沒有問題 它是沒有一個上限在的 根據釣的時候上面的金湯號呢 你可以知道這是魚的稀有度 紅色的話是最難的 然後再來是橘色還有黃色 如果你遇到3個紅色金湯號呢 代表你釣到色違的 沒有錯這裡是有黃金的魚 跟釣黃金鯉魚王有點像喔 阿卡伊娜 目前我大概釣了200多條的魚呢 只遇過一次色違 而且還是比較便宜的種類 如果是色違的話呢 它的價值是原本的100倍 這裡的色違呢 大致上都是黃金的 左下這個大鍋呢 就是料理系統 這邊可以用不同的材料來做很多料理 會加不同的能力 這能力呢是在關卡中會發動的 除了增加能力之外呢 甚至有增加你的殘跡數 可以增加一次的接關機會 甚至還有增加金幣的掉落量 每個料理有不同的使用次數 大致上是3到5次 靜關出來就算一次了 靜關前可以選擇要不要開啟料理的能力 同一時間只能有一次的料理能力 如果再吃新的料理呢 則會覆蓋過去 料理食譜的解鎖呢 只要你獲得新食材就可以解鎖了 右下角呢 則是這次的粉絲打工系統 在這裡你可以招募到Holomade的粉絲們替你工作 他們主要會幫你蒐集金幣 這邊是算是掛機的系統 但是他們會消耗體力的 這邊集中到23000塊 那他們消耗體力呢就需要吃飯了 我們剛剛做的農作物呢 甚至釣魚呢就是給他們的食物啦 每個員工目前想吃的食物會不一樣 在餵飽之後 他升級之後呢 他想吃的料理也會改變 那這邊經驗值如果提升到100%之後呢 他就會升級 會提升他的各種能力 這邊主要能力有效率還有體力 目前作業員的上限只有10位 這邊可以募集他 第10位要5000塊 招募越多人呢價格會越貴 每次貴500塊 這邊呢他還有不同的階級 主要在於上面的馬內甲經紀人的等級 目前等級2之後呢可以招募到 銀星星的夥伴 他的技術能力也會比較高 他這邊還有等級上限 跟他的經驗值獲得率 當然更是他數值越高越好 這邊有一個小訣竅 他這邊找到粉絲是隨機的 但是如果你入場的角色呢 是Muna的話 第一個遇到的一定是他的粉絲喔 所以如果你想要特別招募 哪一位的粉絲的話呢 記得用那個角色進入喔 目前經紀人的等級最高到4級 這邊要升級的話呢 必須來餵死粉絲 讓他升級之後呢 你的經紀人等級也會慢慢的提升 但他提升的量非常少 我從1級升到2級呢 大概要升級個30級以上 才能提升一次 好的以上呢 就是這一次的Holo House 主要的家園功能呢 分享給大家 讓大家在玩得休閒之後呢 有一個金錢花費的地方 因為之前差不多錢 大概沒地方花 這邊是一個比較休閒的系統 但是也變相變濃了 主要你需要掉竿的話 但目前呢這個魚的釣魚呢 其實是最好賺的方式 我們現在其實只剩到 5萬塊的釣竿算是中階的 但是釣一次魚呢 大概可以賺到 400到2000塊左右 我們這個進關卡 其實打一關呢 可能賺個2萬或5萬 但是我們這個釣魚 只要幾秒鐘 就可以賺到幾千塊 其實是蠻快的喔 越後期的魚越貴 目前我可以釣到最貴的是 500塊的烏賊 而且他一次釣魚的數量呢 可能不只是一隻 當然連鎖越高之後呢 他一次釣個四五隻都有可能的 所以釣魚系統呢 可能是目前遊戲中最賺錢的方式了 但這邊的目標呢 是換到最高級的 100萬黃金釣竿 這個之後就可以快速的賺錢了 好的以上分享給大家 下一步跟大家分享 家園系統裡的特殊彩蛋喔 我們下次見 大家掰掰